你们姐妹们平安 也很高兴再一次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 大家还记得2022年神给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更生地连结 对不对 我们说过每一年神给我们的主题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口号 而是神要今年要给我们的目标 而是今年神要给我们的祝福 所以我们说过 每个月我们都会分享一篇更今年的主题 更生地连结有关的信息 这个月那个月我们就有那方面的操练 当我们会这样做的时候 到年底的时候你会发现说 你这个人变得不一样了 你的人际关系变得不一样了 你的家庭婚姻工作都变得不一样了 阿们 所以在1月份的时候大家还记得 我们之前分享过的信息 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分享了什么 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讲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对不对 2月份我们分享什么 与神更亲密 因为我们讲到说 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更亲密的时候 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会更亲密 那3月份我们分享了 爱上你自己 我们讲到人际关系 是我们自己这个人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 跟另外一个个体的互动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喜欢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自己这个人都不健康 我们的人际关系怎么会健康 所以我们说过我们要爱我们自己 要怎么爱自己 要认识你自己 要接纳你自己 还要不断地提升你自己 4月份我们讲到了 就上个月我们讲到什么 我们都是 我们称为一家人 我们讲到神把我们这些不同的人 放在一起 带到教会里面 神称教会为永生神上帝的 家 然后说我们在这个家里面 我们不是客人 我们都是什么 家人 你还记得上个月我们讲到吗 我们来教会跟去Costco是不一样的 你不是去Costco 每个礼拜去Costco 两个小时买完东西就回家了 不是的 我们跟Costco只有那个金钱的关系 对不对 但是不是 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什么 生命的关系 我们是家人 我们都是天父上帝的儿女 所以我们称为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讲到说 你一定要委身在一个神的教会里面 要加入神的教会 然后还委身在教会的一个什么 小家里面 所以我们讲到你要活出 你要经历家人的教会里面 那个家人的生活 第一你要委身教会 第二你要委身小家 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说 如果你还没有填我们教会那个 我要加入第一期大家庭的那张表 你要上网去填 如果你还没有小家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 你可以归属的属于你的小家 我不知道 你们现在都已经填了那张表没有 我上个礼拜 我看了一下 哇 我们有十多位 上个礼拜 我看了之后 还已经有十二位的弟兄姐妹 填了那个表 多了十二位 多了十二位 我上个礼拜去参加 Melody跟Steve他们的小家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一个人 我不认识 我说这个John是谁 他告诉我 是一个新朋友 哇 他来参加小家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因着神的话 我们的采取什么 行动 我们的教会生活 就会一天天地不一样起来 阿们 但是 是不是 你填了这张表 你说我要加入这个教会 或者我报名号 我要去参加这个小家 你去了 以后 你做了这个动作以后 就万事大吉了 就马到成功了 是不是 你的教会生活 就是这样子 就 后面没有什么后续的故事了 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的 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 当你填了这张表 说我要加入教会的生活 这只是你教会生活的什么 开始 当你说 J 我要去参加你的小家 这是你小家生活的什么 开始 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 就好像 就好像你到一个公司去 你第一天入职 对不对 你就往入职手续 你开始变为这个公司的员工 但是 你跟你公司同事的那个关系 还需要一辆很长的时间去什么 去建立 今天很多人到一个公司 很久 都没有办法 融到那个公司 那个团队里面去 他永远都是觉得 很孤单地 在那个公司的员工里面 他永远都觉得 自己是个新员工 他永远没有被 那个公司的 其他的同工接纳 今天 还有很多孩子 他办了一个转学手续 到一个新的学校去 对不对 他是不是马上 就可以很享受 那个学校的生活 不是 很多孩子 他没有办法 觉得说被那个同学接纳 很多孩子 觉得没有办法 融入到那个同学的群体里面 他觉得很孤单 到一个新的学校 前不久 我们有一个弟兄来找我 他带着他的女儿 搬到外州去 结果他女儿 去了几个月 他说 爸爸我不要 我不要在这个地方 我要回去 因为他没有办法 融入到 那个新的学校 新的那个群体里面去 所以 今天我接下来 要跟大家分享 更生地连接的 第五篇的信息 叫做什么 接纳与融入 跟我一起说 接纳与融入 我们一起来看一句的经文 在《直路行传》 九章十到三十节 来 一起来念 当下 在大马社 有一个门徒 名叫亚拿尼亚 主在异象中 对他说 亚拿尼亚 他说 主啊我在这里 主对他说 起来 往直接去 在犹大的家里 访问一个大树人 名叫扫罗 他正祷告 进来 按手在他身上 叫他能看见 亚拿尼亚回答说 主啊 我听见许多人说 这人怎样在 耶路撒冷 多多苦害你的圣徒 并且他在这里 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 捆绑一切 求告你名的人 主对亚拿尼亚说 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班人和君王 并以色列人面前 宣扬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 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亚拿尼亚就去了 进入那家 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 兄弟扫罗 在你来的路上 向你显现的主 就是耶稣 打发我来 叫你能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扫罗的眼睛上 好像有灵片 立刻掉下来 他就能看见 于是起来受了洗 吃过饭就强赚了 对不起 是我 扫罗到了 耶路撒冷 想与门徒结交 他们却都怕他 不信他是门徒 唯有巴拿巴 接待他 领去见使徒 把他在路上 怎么看见主 主怎么向他说话 他在大马社 怎么奋耶稣的名 放胆传道 都述说出来 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 和门徒出路来晚 奋主的名 放胆传道 并与说 西里里话的 犹太人 讲论辩驳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恭敬 把接下来这段时间 交在主的手中 圣灵 求你悠过你的仆人 亲自对我们 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 把你的话语解开 发出亮观 建造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因此 可以成为一具 更彼此相爱 彼此接纳的 你的儿女 听我们的祷告 奋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刚才这段圣经讲什么 有谁可以概括一下 这段圣经讲什么 这段圣经讲 保罗在去大马社的路上 被主观照 对不对 然后他什么 他悔改了 对不对 他信主了 在讲他悔改信主以后 他被门徒们 怎么样 渐渐地被门徒们接纳 最终融入到 那个门徒群体的 那个经过 是不是 圣经告诉我们 保罗原来是一个什么 逼迫基督徒的人 对不对 但是他在大马社的路上 遇见主 被主观照 他的眼睛 看不见了 然后呢 他遇见了主 主对他说 保罗问他说 你是谁 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 保罗就因此就 悔改 就信主了 就开始了 他的教会基督徒生活 但是 他刚才开始 教会生活的时候 是不是 那些当时的 那些门徒基督徒 都接纳他 是不是 如果我们看这段圣经 我们讲得很清楚 对不对 刚开始的时候 保罗悔改信主以后 当时的这些门徒们 都怎么样 都不接纳他 主跟亚纳尼亚说 亚纳尼亚 你去找保罗 按手在他的身上 因为他眼睛看不见 你去俯视他 亚纳尼亚说什么 我不去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听说 他是一个 逼迫基督徒的人 在亚纳尼亚的眼里 他是一个什么 坏人 逼迫基督徒的人 是敌人 我不去 我不去 保罗到了 耶路撒冷 想要跟门徒接交 怎么样 门徒接纳不接纳他 不接纳他 他都怕他 这也是一个 过去逼迫我们的人 我们不要跟他来玩 但是你去看到说 圣经告诉我们说 到了后面的时候 九端十七节的时候 亚纳尼亚到了 到了保罗的面前 按手在保罗的身上 称保罗什么 兄弟扫罗 他不叫他兄弟了 他表明他什么 他接纳他了 然后十六经传 九端二十八节说 扫罗在耶路撒冷和 门徒什么呀 出路来玩 就结果圣经在讲什么 在讲保罗信主以后 他开始他的教会生活以后 他是怎么样 慢慢地被基督徒 怎么样 被基督徒群体怎么样 接纳 然后他也慢慢地 融入到那个群体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什么实现的 我们今天要透过 这段来思想三件事情 第一件叫做 接纳他人 第二件叫做 融入群体 第三件叫做 成为桥梁 什么意思 我们一起来看 第一件事情 接纳他人 我们刚才讲到说 亚拿尼亚刚开始 接纳不接纳的保罗 接纳不接纳 不接纳 他不接纳 为什么亚拿尼亚不接纳 因为 他用他自己的眼观 来看保罗 保罗在他生命中 有一个形象 是一个什么形象 逼迫基督徒的坏人 他是一个坏蛋 他是一个不好的人 所以他不接纳他 那么保罗 亚拿尼亚 怎么会开始接纳 保罗的 他这个转变 是怎么转变过来的 因为神对他说 神对他说什么 你只管去 他是我拣选的器皿 我要用他 让他在以色列 外班和君王面前 传讲我的福音 对我做见证 所以神告诉亚拿尼亚说 不 他不是你想象的那个人 他是我拣选的一个器皿 而亚拿尼亚之所以会接纳保罗 是因为他不再用自己的眼观来看保罗 而用上帝的眼观来看保罗 所以他才能够接纳他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讲这个意思 今天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眼观 用世界的眼观去看我们身边的人 很多人是我们不会接纳的 你同意吗 你知道不接纳一个人的原因 有千千万万种 你知道吗 这个人讲话怎么这么大声 这个人穿衣服穿得这么没品位 这个人头发里的这么难看 有很多很多种的原因 你不愿意接纳他 你同意吗 今天不接纳一个人的理由有很多种 他过去是一个 他过去是那样的一个人 我那我不接纳他 他的学历那么低 我不接纳他 不接纳的理由有千千万种 但是接纳一个人的理由只有一种 你记住 对于基督来讲 你要接纳一个人的理由只有一种 是哪一种 那就是神接纳他 所以我也应当要接纳他 罗马书15章7节说什么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了 你们一样 这个人我真的很不喜欢 但是耶稣为他死 耶稣为他上十字架 就好像为我死 为我上十字架一样 所以耶稣肯为他死 耶稣肯接纳他 我也要接纳他 虽然他跟我很多不一样 虽然他的过去在我看来很不好 但是耶稣接纳他 所以我也要接纳他 所以接纳的第一个秘诀 成为一个接纳别人的第一个秘诀 就是你要学会用什么 用上帝的眼光去看身边的人 当你会用上帝的眼光去看身边的人 你会接纳一个人的过去 你会接纳一个人跟你的不同 你还会接纳一个人的不完全 其实接纳了 你最主要要接纳 如果你能够接纳这三件事情 基本上你就可以接纳一个人 第一接纳他的什么 过去 哪里要不能够接纳保罗的过去 因为他过去是一个 逼迫基督徒的人 但是保罗他过去 但是保罗已经怎么样 已经悔改了 已经信主了 所以今天第一个人 我不知道 今天他一个人跟他讲 他过去一个是什么样的人 你能不能够接纳他的过去 我很感谢主 你们都很接纳我的过去 对不对 我跟你们讲 我过去是一个多糟糕的人 我常常想说 我讲完会不会你们就说 很关心牧师 没关心你还能做牧师 但是我很感谢主 你们接纳我 因为我在主里面 我开始一天天在改变 你懂我可以改变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他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不管这个人 过去是什么样子 只要今天他愿意 走到教会里面来 我们就应该要接纳他 因为在基督里 他是可以改变的 不仅要接纳一个人过去 还要接纳一个人 跟你的不同 今天你知道上帝上帐 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加拿大太书 三章二十七到二十八九 一起来念 来 你们受洗归路基督的 都是披带基督了 并不分犹太人 心力力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的 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里 都成为 义了 什么意思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保罗说 你们要接纳 不论是 犹太人要接纳什么 心力力人 就是吸纳人 犹太人要接纳吸纳人 然后呢 自主的要接纳 什么 为奴的 因为当时是奴隶社会 这句话用今天的话说 什么叫 不分犹太人 心力人 不管你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还是从 台湾来的 还是 香港来的 还是东南亚来的 还是APC在这里长大的 我们都要什么 彼此接纳 然后呢 什么叫自主的 为奴的 用今天的话想 今天你是做老板的 还是跟人家打工的 你是很有钱的 还是没什么钱的 你是学历很高的 还是高中毕业的 你是博士 还是高中毕业的 你都要什么 互相接纳 今天无论是 你是男的 是女的 是老的 是少的 要什么 要互相接纳 今天很多女孩子 不接纳 弟兄坐在旁边 嗯 臭死了 臭男人 他不接纳他 还有人说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谁说的 DC的男人都是好东西 是不是 今天很多人 今天很多男生 看不起女生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为小人与女子 男洋 这是如今家 是想给我们的 错误的观念 然后说 女人就是什么 头发长 现实中 谁说的 DC的姐妹 都是 各的一个都是 棒棒的 阿们 今天有人不接纳老人 年轻人不接纳老人 你们都是老古董 老咔咔 老KK 对不对 不是的 家有医老 如有 一宝 今天很多老年人 看不起年轻人 你知道吗 你们年轻人 嘴上眉毛 半死不老 你们懂什么 我们吃的盐 比你们吃的饭还 多 No 今天我们接纳 年轻人 不是吗 出生流毒 他们不怕虎 他们是最有动力的一群 他们是神国度的 未来 明白我讲这个意思 我们要接纳 我们接纳 不同的男女老少 我们接纳 我们个性上的不同 今天有人 讲话 讲几话来 滔滔不绝 但是也有人 讲几话来 沉默是惊 你知道吗 有人讲话要抠的 你知道吗 你抠一个字 他讲一个笨一个字 我真的知道 我真的见过 这样的弟兄 但是你 其实他心里都知道 你发现 你打字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聊得 比他平时讲话 讲得多了十倍都有 你要接纳他 今天有的人叫做 急先锋 坐是很急 有个人叫做 慢蓝中 坐是很慢 你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样 彼此接纳 这就是基督化的意思 因为上帝创造 我们每个人是不同的 但是神把我们 不同的人放在一起 拼出一个 美好的一个图画来 明白这个意思 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 要接纳什么 不完全 跟我一起说 接纳人的 不完全 罗马书斯上一节说什么 信心软弱的 你们要接纳 这是当时 在罗马社会里面 有不同的人 有的人 信心不一样 有的人说 房屋都可以吃 有的人说 这个不能吃 那不能吃 所以保罗就起信 告诉他们说 你们每个人信心不同 信心大的 要接纳 信心什么 小的 信心强的 要接纳 信心软弱的 不完全的 信心不完全 你要接纳 用今天的话说什么 小组里面 你是老基督徒 我已经信主 三十年的圣经 我都能够背下来了 刚才一个人 约瑟是谁 摩西是谁 都搞不清楚 你要什么 你要接纳他 你不要笑他 你什么都不懂 你来教会 不是你要接纳他 你很会祷告 碰到一个 完全不会祷告 你要什么 你要接纳他 你要接纳那些 不完全的人 今天 一个同性恋 找到教会来 一个婚外情人 找到教会来 一个婚前同居的人 找到教会来 一个吸毒的人 找到教会来 找到第一期来 你接纳吗 接纳吗 接纳 我们接纳 真的有同工问我 就是Carol问我 如果有个同性恋来教会 关心哥你接纳吗 我说我接纳 他问我 你会讲同性恋是罪吗 我说我会讲 他说他会受伤 怎么办 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今天任何一个人 走到教会里来 不管他过去怎么样 不管他现在怎么样 我们都要 接纳 我们都要接纳这个人 接纳 但是接纳 accept 并不等于 认同 approve 这两个字是有不一样的 今天我们接纳一个人 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认同 他的某一些的行为 这个人是要接纳的 我讲一个最经历的例子 约翰福音第八章 一个新领的妇人被抓住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众人那些 那些祭司文士 拿起来石头要打死他 请问他们接纳他吗 他们接纳他吗 他们不接纳他 他们不接纳这个人 要打死这个人 但是耶稣说 我不定你的罪 你平平安安地去吧 只是以后什么 不要再犯罪 耶稣有没有接纳这个人 有 但是他认同不认同 经营这个行为 不然他告诉他 以后你不要再犯罪 所以现在女朋友我不知道 以后有句话 我们再来慢慢讲 很具体来讲 这个接纳 怎么样子接纳 直接到一个什么程度 什么样子接纳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亲爱的女朋友 今天我在这里 要对那些 走到教会里面来 就像刚才同工问我的 如果我一个同性恋 走到家里教会来 我们就讲说 同性恋是神所不喜悦的 他今天很受伤 怎么办 我今天也要特别 跟弟兄姐妹讲 今天如果你走到教会里面来 你听到教会讲 可能你听到教会讲说 同性恋的问题 你听到教会讲到说 吸毒的是错的 神不喜悦的 婚前同居是不对的 婚外情是不对的 记住 当我在墙台上 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没有任何轻看你 要羞辱你 要否定你 仇恨你的意思 我没有任何 当我讲到这些事情 是不讨生喜悦的时候 就像我在讲说 骄傲是不讨生喜悦的 抱怨是不讨生喜悦的 不诚实说谎是不讨生喜悦的 是一样一样的 你明白我讲这个意思 你知道我参加教会里面 看到弟兄姐妹在外面吸烟 我就跟他讲过去 弟兄在外面吸烟 我就跟他说 对不起 你可以不要吸烟 因为我们教会里面 最好不要吸烟 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在看 请记住 当我跟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没有任何 讨厌你的意思 没有任何轻看 要羞辱你的意思 没有 我不知道 我接纳你 但是我只是告诉你说 这个行为在教会里面 是不好的 不要有的 我不知道 你可以明白 我讲这个意思 相反 当一个不完全的人 走到教会里面的时候 我们接纳他 并且我们有爱去服侍他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人会 会改变 他会改变 你看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当亚拿尼亚顺着圣灵的感动 神告诉他 你要去服侍保罗 对不对 他刚开始不接纳 但是他为了就顺服圣灵 他去了 圣经告诉我们 他去按手在保罗的身上 为他祷告 圣经告诉我们说 保罗眼睛上的灵片就什么 就掉下来 他就能 看见了 然后呢 他就起来 他就受洗了 而且吃了饭 他就 强转了 见转了 你注意到没有 当亚拿尼亚愿意顺着圣灵的感动 去服侍他的时候 接纳他 去服侍他的时候 保罗 不一样了 他改变了 他原来看不见了 他看得见了 他灵里的眼睛被打开了 然后呢 他受了洗了 他见转了 当我们会用爱心去接纳一个人 去服侍一个人 你会经历到这个人会改变 我真的 我真的见过 过去 我真的服侍过 吸大马的 我服侍过他 他把大马戒掉了 我接纳他 我帮助他 他真的把大马戒掉了 我真的提醒过我们的同工 婚前同居的年轻人 我告诉他们说 你们这样不好 你们可以分开吗 他们真的分开了 但是我做这些事情 我没有任何 亲看他们 我爱他们 我只是希望他们 可以得到神更大的祝福 因为这就是教会存在的意义 教会就教会在这里 要传讲神的心意 传讲真理 让我们明白了真理 我们可以照着去行 以致我们的人生可以蒙福 所以大家明白我讲这意思 这就是我们的接纳 当我们用爱去接纳一个人的时候 李地久 我今天特别跟这些讲 在教会久的老基督徒 老低息 我应该跟你说 跟你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因为你们今天每个人 将来都会成为老低息 下个礼拜来的人 就是新低息了 你们就要代表教会来 接纳他们 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 不是 你一定要接纳他 在小组里面 也是像新人进来 你要接纳他 然后在爱心里面去 服侍他 你有什么需要 我可以帮你做的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会不一样 他这种会改变 会不一样 一定要记住 先接纳 然后服侍他 他再改变 你要记得耶稣 在世上的时候 服侍有一次碰到一个 税吏撒该 你记得吗 你记得吗 那个税吏撒该 爬在树上看耶稣 耶稣说什么 撒该下来 今天晚上我到你家里去 吃饭 耶稣怎么样 接纳他 所有人都看不起税吏 耶稣接纳他 但是撒该从树上下来以后 他说一句话什么 主啊 如果我讹诈了谁 我怎么样 我四倍还他 你知道 当耶稣接纳他的时候 他就改变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成为一个 一群会是吗 接纳别人 跟旁边的人说 我们要成为一个会 接纳别人的人 用上帝的眼光看那个人 阿们 接纳他的过去 接纳他的跟你的不同 接纳他的不完全 然后在爱里去帮助他 去服侍他 你会经历生命 看到人生命改变的 那个极大的喜乐 阿们 好 这讲的第一部分叫做什么 接纳别人 但是你听说 人际关系是什么 双向的 你张开双臂 接纳拥抱一个人 但是另外一个人就跑了 跑到越远了 你明白我讲这个意思 所以 能够享受教会里 美好的教会生活 除了一方面的人要接纳 另一方面要学会什么 融入 第二方面我们要学的就是什么 融入群体 融入群体 什么意思 我刚才讲到 今天很多人到一个新的群体 我不知道 你是一个很容易融入群体的人 还是一个不太容易融入群体的人 你可以举手给我给人讲讲看 你一方面觉得你是一个很容易融入群体的人 还不少 我还算是一个可以比较容易融入群体的人 师母就比较不太容易 他比较不太容易 每个人个性有点点不一样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今天我们在社会 今天我们这个人 做一个人在社会上 不管在教会 在公司 在什么地方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学会什么 融入群体 有人说不需要融入群体 我心我素 独立特立图形就好了 弄 你去看圣经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 你要特立图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人际关系 本来就是一个群体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不需要学会融入群体 但是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学会选择 正确地适合你的群体去融入 我不知道你懂我讲这意思 今天很多人 小尖的脑袋 想要融入到黑帮里面去 他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要黑帮可以接受他 这样的群体 你怎么样 因为这个群体可能会害人 你第一件事情 你要学习 你要选择正确 合适你的 适合你的群体 什么意思 因为保罗 保罗十六经书上九章二十六节 告诉我们说 保罗到了 扫罗到了耶路撒冷 怎么样 想与门徒相交 他想与门徒相交 他思想过 他明白他要跟谁 他要跟谁相交 他要跟那些门徒相交 如果你去看加拿大书二十三六节 保罗讲到他自己到耶路撒冷 去跟那些 跟耶路撒冷人相交 他特别讲一件事 他说耶路撒冷有很多 很有名望的人 但是我怎么样 我没有去拜访他们 我没有去跟他们相交 他说什么 来一起来练 加拿大书二十六节 来 至于那些有名望的 不论他是何等人 都与我无干 神不以外貌取人 那些有名望的人 并没有加征我什么 你明白我讲这意思 保罗他很清楚地选择说 我要加入什么样的群体 一定要找到一个正确的群体 我曾经为了加入 那些不应该加入的群体 那些做生意的一些人 我想跟他们接触 我还跟他们学着抽烟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以前抽烟 我其实是不喜欢抽烟的 我每次抽烟都跟 都跟吃药一样 很辛苦 但是我为了跟他们 我还每次回到里面 抓一包烟 大家 我也抽 其实回到家里 我从来不抽烟的 但是我为了 结果那个群体带给我什么 他们都把我带到外路上面 真的 他们告诉我说 太太打电话给你 在外面上卡拉OK的时候 太太打电话给你 不要接电话 我一接电话 他们就说 你怕老婆 这么怕老婆 所以我每次 本来想接他 我把他放回去 结果回去就被太太修理 所以这样的群体 你不要加入 你千万不要加入也罢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 一个正确的 一个对你有祝福的群体 第二 你要找到什么 适合你的群体 你得找到适合你的 今天在小教会里面 为什么我们有每周一家 把每个小家 让我们来认识他 不是每周一家 就是我爱我家 对不起 我爱我家 我们有那个 每个礼拜都会发现一个小家 我爱我家 为什么 就是要把 让我们 让你可以发现说 哪个群体怎么样 比较 适合我 如果你要我去 要融入 跟那些小朋友们 我要融入到那个群体 你觉得我可以融入进去吗 可以啊 谢谢你这么捧场 我觉得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 但是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大叔来干什么 在他们眼中 我是什么大叔 对不对 你知道 如果你要把一只鱼 跟一只鸟放在一起做朋友 给一群鸟放在一起做朋友 那个鱼受得了吗 他受不了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 你一定要想说 哪一个群体是适合你的 每个人有生命的 不同的life stage 你要找到适合你的那个群体 阿们 第一 你要思想 什么样的群体 是我要融入的 当你找到这样一个群体的时候 你记住 第二件事 你要什么 谦卑自己 采取主动 你觉得这个群体 你一定要采取主动 曾经告诉我 保罗就到哪里 到耶路撒冷 他就到耶路撒冷去 他去找这些门徒 他采取主动 他想要融入这个群体 其实你要知道 保罗去找这个群体 他真的是谦卑他自己 我们上个礼拜还讲过 对不对 保罗是什么 在当时是什么 出生很好 然后呢 学历很高 因为今天晚上说 他是在联邦政府 在FBI上班的 对不对 但是那些门徒们是什么 打鱼的 打鱼的 因为今天晚上是 蓝领的功能 保罗去找他们 要融入他们 因为保罗知道 这个群体是 一个属神的群体 是他要的群体 所以他谦卑自己 去找他们 但是这个人就问我什么 门徒门怎么样 刚开始还怎么样 还不接纳他 还不接纳他 保罗也没有受伤 也没有受伤 保罗心脏比较强大 我觉得他不许受伤 感谢主他最后融入经验 你记住 今天很多人到一个新的群体的时候 他为了想要融入群体 但是他用了错误的方法 今天很多人耍酷 你知道吗 到个群体里面就很酷 很酷很酷的样子 他希望耍酷 可以吸引别人 可以融入这个群体 有没有 你知道我常常想起那个 流星花园F4 很酷 你们都没看过流星花园啊 看过 我觉得会融入群体的人 都是像山菜那样子 谦卑真实朴实的人 他才会融入群体 你不要耍酷 耍酷我觉得很难 很难融入群体 你记住 谦卑真诚是融入一个群体 最好的路产卷 跟我说 谦卑真诚 是融入一个群体 最好的路产卷 你知道 融入群体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很多时候群体刚开始的时候 他会有排斥你 一个信念 他会排斥你 千万不要受伤 不要受伤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 耶稣曾经要跟拉旦叶 腓利要把 腓利这些 他们这些有一批 拉旦叶 腓利这些彼得 他们这些渔夫 他们这些渔夫群体 拉旦叶跑去 这个腓利跑去跟拉旦叶说 我找到一个人 他叫耶稣 你看拉旦叶说什么 拿撒勒能出什么东西 拿撒勒是什么 拿撒勒是一个山城 拿撒勒是木匠 做木头的人 做木匠的人 那个腓利 拉旦叶他们是 博塞大人 他们是什么 加利利湖边的 他们是渔民 他们不同 他们不接纳他 他认出什么好东西 耶稣又没有受伤 没有 你去看 耶稣没有受伤 耶稣还看到拉旦叶 他说什么 他说 看啊 这是一个 真以色列人 他的心里 是没有诡诈的 但耶稣没有受伤 相反 他谦卑主动地跟拉旦叶 讲话的时候 拉旦叶接纳耶稣的后面 而且因此他 拉旦叶的生命 因此被改变 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 明白我讲这个意思 所以 当你要去融入一个群体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 谦卑自己 采取主动 不要受伤 刚开始的时候 是会有困难的 你会遇到可能有的人 他不接纳你 我讲实话 我十几年前来教会 参加一个教会 参加以前的教会 我觉得我隆隆的去 也花了很多时间 你知道以前刚开始 以前那个教会 有个叫中青 中青 哦 这些 这都是这些人 这些人 我去的 他们都是在这里 读书长大的 又英文又好 什么又好 我一个 从中国大陆来 三十岁才来的 一个传道人 在他们中间 不popular的 他们 我已经看到他们 哎 Steve坐在后面 我已经看到Steve很怕的 因为他是一个很酷的人 我已经跟他们 对不对 对不对 气生生的 嘿嘿嘿 真的 是不是这样 Carroll 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以前他们 以前我去参加这个聚会 我是讲员 我去讲员了 他们一堆的年轻人 在那里 又说又笑的 我一个讲员 就是鼓励励励 说在那个地方 但是铁磨铁 就磨成什么 磨出了来 铁磨铁磨成真 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都成为好朋友了 随随千人 如果你一个到一个教会 你刚开始觉得 好像没有被很接纳 你不要说 哎呀 他不接纳我就走了 不不不 如果这是神要你去的群体 你就谦卑主动 你慢慢慢慢地 你会享受这样的生活 阿们 好 我要快 对不起 时间关系 好 第三 还要什么 积极参与 要祝福群体 如果你读这段事情 你发现一些事情 他说 于是一起来读 十路经算九章 二十八到二十九 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 怎么样 出路来晚 奋主的名 放胆传道 并与说 犀利话的犹太人 讲论辩驳 这里讲到说 保罗跟这个群体在一起怎么样 出路来晚 也就是他们经常怎么样 互动 然后奋主的名 传讲神的道 因为这个群体是一个 门徒的群体 基督律的群体 传道是这个群体的使命 对不对 是他们群体最关心的事情 所以他关心这个群体 关心的事情 关心这个群体 关心的话题 他也参与 参与在这个群体 他们传道 他也跟着他们 参与在这个群体的 这个活动里面 更重要的是 他在群体里面 贡献他的独特性 他说特别讲到 他并且与什么 说希腊化的 犹太人讲人辩驳 因为这些 他原来群体里面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渔民 他们的希腊文是不好的 他们讲什么 讲希伯来话 就像我们英文不好一样 但是保罗是一个 很有学问的人 所以他来什么 他参与 他贡献他的力量 他发挥他的认识 所以他可以跟希腊人 怎么样 辩驳 我今天跟这些 讲英文的小朋友们 我可以跟他讲几句话 但是我跟他吵架 辩驳 我一定辩不过他 我只能用中文讲 用英文 我一定辩不过他 你们不要我讲这意思 保罗是一个 可以用希腊文 跟希腊人辩的人 他发挥他的那个贡献 他发挥他的那个力量 你明白我讲这个意思 今天弟兄姐妹们 你到一个小家里面去 你记住 你一定要经常出路 经常跟他们 常常在一起什么 出路来晚 要经常性地互动 你不知道来了一次以后 隔一个月再来一次 隔三个月再出现一次 你没有办法 好好融融这个群体的 你明白我讲这个意思 每次小组聚会 你怎么样 都要来 跟我说 每次小组聚会 都要来 而且提早几分钟来 好不好 真的 你知道你要融入一个群体 你一定要记住 要有很多的互动的时间 小组聚会的时候 有互动的 早一点来 然后呢 晚一点走 千万不要小组都开始了 你进来 然后呢 小组聚会 你跑都来不及 你没有时间 跟人建立那个 个人性的那个关系 你明白我讲这个意思 小组聚会 留下来 大家吃吃吃饭 聊聊天 互动一下 慢慢慢慢地 就会融入这个群体里面 然后呢 在群体里面 你一定要记住 你不是做客人 你不是做这个人的 你来了 你就要参与在里面的服饰 参与在里面 你可以做 你一定有可以做的事情 当你会参与的时候 你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他们会感受到 你的愿意来融入 很多弟兄姐妹 我真的很感谢主 我们前不久 有一对夫妇 从上海来的一对新朋友 他们就住在教会的对面 他们来到教会以后 他就跟我们讲说 教会有什么服饰 需要我们做的 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来帮忙 我们可以做 我们现在刚好来 刚刚来美国 也没工作 也没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做 你需要我们就做什么 我们就来 他就来 他还会写对联 我们会写个对联 给教会好不好 他就很愿意 贡献他的力量 他就很容易 很容易就融入进来 到一个新的群体 勤快一点 你把我讲的意思 我刚刚到公司上班的时候 刚刚到公司上班的时候 我每个 我都是负责打水的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办公室 还要坐电梯 到楼下去打开水 那些老人家 那些老员工 都欺负我是新员工 然后那个 我坐在最后一排 水壶就放在我旁边 他们过来倒水 拿起来 水壶没水了 它放下来 它走了 然后我看 它怎么没有倒到水走了 我就赶紧 去拿水壶下去 倒到水 回来说 师傅 那水壶水打回来了 他们就越来越喜欢我了 明白我讲这个意思 勤快一点嘛 怕打个水又不会死 服侍别人嘛 他就会喜欢你嘛 就这么简单 你知道我刚刚到教会的时候 我自己十几年刚刚到教会的时候 也是耶 没有人认识我 那时候我是个神学生 教会 我就跟他教会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我就做 教会问我说 你能做什么 我说我开车开得还不错 我可以开车 我以前开 我还是开手白胆的汽车 我说 我基本上一个路 一个地方 我走过一次 我基本上不用地图 我可以走第二次 然后我方向感觉还不错的 他说那你接老人去不去 接啊 我去啊 我就开始接老人 搬桌子 搬椅子 叠桌包 我都做了 慢慢慢慢地就融入这个区域 因为我讲这个意思 所以你要积极参与 参与这个群体 所以我知道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的 或者是来了以后 你觉得你还没有真正融入到这个教会 或者你去小组 你觉得跟小组之间 弟兄姐妹之间还保持一个距离 你记住 你可以渐渐地融入他们 阿们 如果你确定这是你要的群体 谦卑自己 真诚 主动地跟他们相处 然后参与在他们活动里面 我贡献你的力量 贡献你的力量 你会成为一个别人喜爱的人 阿们 好 最后 最后还有一件事情 叫做成为桥梁 什么意思 巴拿巴 这要从巴拿巴的身上来学习 保罗想要到耶路撒冷 想要跟门徒在一起 跟他们交往 但是门徒们怎么样 拒绝他 对不对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 叫做什么 巴拿巴 他说你告诉什么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 领他去见使徒 然后把他在路上 怎么样子看见主 主怎么样对他说话 他在大马社 怎么样奋主的名 放胆传掉 讲道都怎么样 都诉说出来 于是门徒们就接纳他 保罗做了一件很智慧的事情 做中间 不是 巴拿巴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成为保罗跟门徒之间的什么 桥梁 他成为那个中间人 但是他非常有智慧 你要记住 做中间人不是乱做的 你知道吗 你把随便的人都拉到一起 就你会出很多的问题 他非常清楚 你记住这句话 他说什么 他把他在路上怎么样 把保罗在路上怎么样 看见主 主怎么对他说话 他后面怎么改变 怎么在大马社传道 他很清楚保罗是一个真实的 有一个真实的改变 他很清楚保罗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人 所以他把他们介绍在一起 你明白我讲这个意思 巴拿巴成为保罗和 使徒之间的那个桥梁 保罗 保罗也从这个件事情 他也自己学习 他知道人际关系中 有时候需要一个桥梁 有时候需要一个桥梁 所以保罗 后来也成为别人的桥梁 如果你去看菲利门书 菲利门书里面讲到一件事情 但是有一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 他因为偷了主人的东西 他的主人叫菲利门 他跑掉了 后来在罗马遇到保罗 他信主了 他悔改了 那保罗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保罗写了一份信 就是菲利门书 叫菲利门书 你要接纳阿尼西姆 但是保罗这个之前 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跟阿尼西姆说 你要回去 你要回去 跟你的主人认错 然后他写了一份信 给菲利门书 他说如果你 如果以我同伴 你怎么样接纳 因为菲利门是保罗带领信主的 所以保罗跟他说 你怎么样接纳我 你也接纳谁 阿尼西姆 他成为阿尼西姆之间的一个桥梁 你要记住 保罗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一个桥梁 他做了一个正确的桥梁 他不是说 你就原谅他 原谅他就好了 他没有跟阿尼西姆说 你原谅他 原谅他就好了 他首先要阿尼西姆做一件什么事情 他回去跟他的主人认错道歉 然后他说 我愿意做这个中宝 我愿意做这个桥梁 他如果欠你的 我来还 因着保罗 因着巴拿巴 保罗跟门徒们建立了关系 因着保罗 阿尼西姆跟菲利门 恢复了那个美好的关系 这个就叫做成为桥梁 所以亲爱的弟弟们 今天你要在教会开始一个真正 让我们可以蒙福的一个人际关系 一定要记住 你要学会什么 接纳别人 那你要学会什么 融入群体 你要成为别人跟别人之间的祝福 当他们两边 好像有点误会 有点什么不开心的时候 好像没办法融在一起的时候 你要成为他们中间的桥梁 把他们连接在一起 其实接纳他人 融入群体成为桥梁 不仅仅是在教会生活当中 在资产当中 是不是 也可以用得到 如果你是一个老员工 你要不要接纳新员工 新来的同工 同事要吗 在资产 在社区里面 你是这个社区里面的老住户 今天隔壁也搬了一个邻居来 你要不要接纳他 你要不要接纳他 你要不要 你搬到一个 你到一个新的公司 你到一个新的社区里面 你要不要融入到那个社区 融入到那个群体里面去 要 是吗 所以接纳他人 融入群体 成为桥梁 当我们会知道 会掌握这里的秘诀的时候 我们的人际关系会不一样 我们会成为 真正一个成为一个 有影响力的人 你记得我们说过DC 我们要成为 你会成为一个什么 有活力 有影响力 有属天能力的人 当你会知道 怎么样接纳他人 当你会知道 怎么样子融入群体 当你知道会怎么样 成为人跟人之间的桥梁的时候 你会成为一个 有影响力的人 阿们 你愿意吗 我们一起起立 来唱这首诗歌 我会认为 这首诗歌